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法不挨打 他小孩就是看武侠小说 看电视剧看多了 他老幻想人世间有那种武侠 登平渡水走骨沾棉 背着刀如何如何 哪有这么多侠客 真是 那是文学作品 现如今说两句话 北京城找这样的侠客 充其量有这么一个两个就了不得了 还是有啊 比如说你父亲 我提着小孩干嘛 对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边提到过于先生的父亲 那肯定不止一次 老爷子有很多的身份 做过很多的事情 发生过很多的故事 在此我澄清 全是艺术的创造 我谢谢您 他父亲的真实身份 是一个武术家 请您听这段故事 太厉害了 什么厉害 刀枪剑机 辅月勾叉 躺棍射棒 边剪锤爪拐子 流行 带尖的 带刺的 带轮的 带热的 带绒绳的 带锁链的 带倒尺钩的 带峨眉刺的 长的 短的 硬的 软的 单的 双的 方的圆的 你父亲全行 那么大能 哎呀 老厉害了 因为他们家里边 从你祖父 你曾祖 反正往上倒 多是辈 都曾经是 武林中的义士 都练武 对对对 所以说 到你父亲这辈 也是 从小 咬定了牙关 一定要做一个 武林中人 习武 老爷子练功练的 那个 寒鼠不亲 刀枪不露 寒鼠不亲 寒鼠不亲 最凉最热的天 难不住他 那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想练着寒天 冷天 得抗冻 他父亲坐车 奔西伯利亚 那是最冷的地方 西伯利亚 多凉 老头到这 找一没人地 荒郊野外 把衣服全脱了 穿一个日本相扑的内裤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办法 迎着风站着 那多搜得很了 拿一个唐瓷的大瓣缸子 冰镇的酸梅汤 都到西伯利亚 还能找着酸梅汤呢 这首 拿大菩萨 冲着风口 喝风去 还唱歌呢 唱 还唱歌呢 唱什么呀 这就是二 可不是二吗 说也说不清 别说了那就 这眼睛够了 练着寒 抗洞 不怕牢 抗洞 还练着热 热 找最热的地方 哪热 什么叫印度啊 吃到边上这国家 老头去了 从里到外 秋衣秋裤 练一练裤 冒一冒裤 冒一冒裤 棉一棉裤 皮一皮裤 水塔的帽子 水塔的眼镜 水塔的口罩 除了水塔的棍 肯定是 文明棍 老头不是精神啊 还精神呢 你 行行行行 怎么了 这耗子 是怎么着 跟着练 练就把自个儿练成水塔了 寒暑不清 这叫寒暑不清 这都是小玩意儿 不算什么 真正的 讲的是兵刃 哦 家伙 刀 是 你爸爸练刀 都练绝了 怎么呢 天下的刀 他都练过来了 单刀 铺刀 鬼头刀 长柄短刃刀 去刃几天刀 青龙艳月刀 崩筒护散刀 腰刀 吊刀 驴耳刀 驱刀 挤刀 梅间刀 雨林大刀 行行刀 荷西大刀 山头刀 牙柄腰刀 闪鱼头刀 尽量还柄刀刀 狮子长还刀 龙还柄刀刀 龙雀大还刀 全练 尤其你父亲这口刀 怎么样 削垫蜿眼刀 这名字太奇特了 老烈狠了 是吗 融合了三派 哪三派 北京的 济南 扬州 这很偏僻 那当然 这个刀法叫肉上雕花 最大的特点 杀人于无形 还能杀人 不管你是谁 到了你父亲手里边 当时下地 毫无痛楚 修脚的呀 我说叫修垫蜿眼刀呢 这 怎么当时下地的词都出来了 就是走得快 走得快 还是修脚的 武林中人见你父亲 当时就 踢 踢 你只要一踢 老头 把刀撑出来 行了行了行了 这还挖技眼的吗 这是教训你 这叫